原來生活很快樂 早安 直播室繼續有程凱欣 生涯規劃向專業出發 今天除了我之外 繼續有我的帕檔 帥哥拍檔 Hello 國際教育認證聯盟的創辦人 就是Samson Hello Samson Hello Karen 早安 今天又帶了另一位會員 讓我先介紹一下 他是來自碧麗絲美容集團 我最適合的是Maggie Maggie Wong 早安 早安 Samson 早安 先介紹一下他們的公司 Samson 其實Maggie在這個行業 你不要看他這麼年輕 大家要上去Facebook看看我們的片段 他很聰明 他很年輕 還有兩個小朋友 但保持非常好的身段 碧麗絲美容集團 出名是做簽體 所有女士都要簽體 我馬上很有興趣 沒錯 要問一下Maggie究竟有什麼 她自己就是一個版 沒錯 還有有什麼療程 什麼好 還有這個行業的發展是怎樣 邀請Maggie介紹一下自己的集團 本身我由一張床 我創業應該是200年 超過20年 超過20年 當時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 我在加拿大很肥 回到香港流行火柴人 當時回來見到很多簽體公司 當時很流行的 有很多代言人 我回到香港帶來朋友 朋友帶去一間上樓的兩張床位 我問什麼 你試試簽體 沒有什麼 回到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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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然後跟老闆聊天 現在香港是怎樣 開始接觸了這件事 我當時是客人 然後就開始 給簽體幾個小時 一邊聊一邊聊 開始有興趣 對 其實 你什麼時候回到加拿大 暫時還沒有什麼打算 你會不會有興趣 我覺得反正我自己也要選 那也好 首先自己受惠 對 以為就是這樣 就自己去做 然後又自己開店 當然開店 跟雙見土同住了 那就很快 也謝謝他進了這個行 然後就很快 創立了自己的品牌 創立了自己的品牌 當然在營運上 當然會有很多 高高低低 其實也不是想那麼簡單 當然 因為個人創業 就是自己受惠了 其實原來不是 對 不過我覺得 Maggie的分享 其實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 一畢業 或者怎樣 生活的水準提升了 沒錯 都很想一出來就開店 自己做老闆 自己創業 沒錯 但我覺得其實 Maggie說了一件很重要的 其實又不如試試打工 至少你先進入行業 了解了怎樣做 對 你了解了 究竟又知道 原來當中有些什麼是風險 或者有些什麼要著重的地方 在人家裡 人家也有一間店 你加入去 又有些不同的訓練 在裡面 你先打工 看看自己是否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不如Maggie 你又告訴我們 你剛才你說的 你自己最初接觸就是簽體 事不然 你的公司很主力 都是幫客人做簽體 但除了簽體之外 我們說的美容 都是很大的範疇 那你還有什麼服務 我們是美容 因為其實除了簽體 有美容 美容我們多數都是做 生活美容 以及高能力 高科技 因為始終 我就不想做入侵性醫生 那些是專業的 留給醫生 那些是醫學美容的範疇 是的 那我們也是 唯有生活美容 再加高科技的儀器 但我想問一下Maggie 其實入行的人 會不會都是年輕的多 都不是的 好像我自己二十年前 我第一個請的 是一個學徒 是十五歲多 現在二十年後 他現在都很年輕 三十幾歲 因為當時十五歲多 他已經是三家大的美容的老闆 我很開心的 因為好像我去年開張這樣 帶回他們來恭喜我 就是好像 斬眼二十年 自己親手照顧他們 看到他們有自己的圖頭 是的 他帶小朋友來恭喜我 很開心 就是很感動 斬眼就二十年 因為始終美容 被人感覺就是 讀不成書才入行 我們那個年代是這樣控褲子 我們就要跟師傅去學 但是現在不同了 其實現在真的 除了你要捱得之外 其實真的要很多知識 他們當時讀不成書 期間其實我們進修是要讀很多東西 當時我姐姐看 會讀解訓學要讀這麼多東西 其實很多人覺得美容 按一下臉舒服一下 其實不是的 不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們是很專業的 就算你說皮膚也是 有結構 也是一個很專業的範疇 人體有多少骨 多少肌肉 皮膚有多少層 臉部的肌肉 不是就這樣按摩 所以如果像剛才Maggie這樣說 既然美容裡面 服務的範疇也是這麼闊 這麼廣 有心有錢 因為兼顧到很多不同的部門 簽體又可能還簽體 用高科技的義氣 還有一些生活美容 手的按摩也有 所以適合一些不同的朋友 去參與行業 但好像你這樣說 有些可能未必自己的專長 是在讀書那方面 可能學多些技能的東西也好 有很多技術旁生 但你說如果是一些大學畢業的同學 他們有一個叫做學位的民 他們受的知識又多些 那麼他們負責的範疇 會不會在工作崗位上有分別呢 會的 其實我們除了前線同事 可能會做按摩做臉這些 其實後勤後勤 後勤辦公室也很重要 我們也會提供一些大學生 因為他們有新的思維 我們以前也沒有想過這件事 去到我們中小營 我們四間 就會請他們回來做推銷 其實美容行業不僅僅是做技術 原來整個管理 做市場都要學的 全部都要學的 對呀 一定要是 那譬如好像在你公司工作 我舉例做技術 會不會都有一些內部的培訓給他們 這個一定要 其實一定 因為每一年或者每個週期 都有新的義氣推出 首先我們一定要 我們買了一個新的義氣 供應商會給一定的培訓 還有本身我們都有訓練 因為我們最主要提供服務 服務的質量是很重要 所以定期我們都會考核他們 定期我們都有內部培訓 現在我們這幾年 大家都經常說大灣區 美容業在大灣區的發展 你覺得未來的機遇是怎樣 Maggie 非常好 其實三年前我們也打算 在疫情之前 都打算進去做 進駐大灣區 對呀 打算公設都會方便 直接去到點對點 但內閣現在都停了 因為疫情的問題 是的 但作為年輕的一代 他們如果真的有志 加入美容的行業 怎樣為自己去準備 這個未來的一個 這麼大的發展方向 是否要首先 學好這個普通話 當然溝通是一個最重要的 首先我覺得 你做每個病工都好 首先你對美容是有了興趣 因為長遠 如果你沒有興趣 所以他硬要你去做 沒有意思 首先都要自己喜歡 對 要自己扮明 對 喜歡就是不是幫自己扮明 是喜歡幫別人扮明 幫別人扮明 我也見過有些美容師 是這樣的 很喜歡幫別人 但客人很開心 對 好像我們做簽體 或者幫人做暗瘡 看到有暗瘡 變成沒有暗瘡 沒有暗瘡 他那個人肉的廣告牌 有一個成功感 對 尤其是做簽體 他瘦了就不用 他就會有很多客人 每個人來感謝我 那種開心 是不同的 是金錢以外的另一種滿足感 當你有熱誠 有一份心 你走到長遠 因為美容真的很好 說真的 美容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每個人都需要 而且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很著重 這方面 除了美容又健康 沒錯 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的年齡 沒錯 當你喜歡了 你就可以真的 遲之間去繼續堅持 好像我這樣做了22年 大家馬上回到我們 原來生活很快樂的Facebook 喜歡看看 Maggie就知道 一點都不像這個年紀 不過今天時間匆匆 有機會再找Maggie 好 講一下他們的集團發展 今天跟你談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拜拜 吉利 我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價值 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